天洁客有的平台没发出去 随缘吧 说到哪是哪 这个 医学的项目 我们有两个 其中一个结合了 我们这个聊天交友 放眼聊天网 怎么构想的呢 就首先 中国这个版图 那我们国外就算了 暂时还搭不到 中国先搞好 按九大周 或者十二十三周 自古的这个说法 当然现在这个行政计划 有所变化调整 那么有些交接的省份 要标的比较清楚 这个地图一定要搞清楚 要不然 这个交接地带的人 就比较纠结了 这个地图一点就放大进去 就会看到这个里面 加入你是哪 就进入哪个区 你要乱进 那大家也没办法 都是教咱们这个地方的 以前叫同声 还有叫老乡会 都结合在里面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地方 我们进来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 或者你去到一个地方 你也可以另外再加入 在哪个城市 是吧 作为临时的一个身份 我们是企图啊 把这个八字 出生的那一刻 再加上你的出生地 我们都会标注 分类 分类清楚 因为一个时间 再加上他的出生地 才能准确地 把这个人的命运 抓一抓 那么同声里面 一定有非常多的相似 当然 首先 要同意时辰 再更进一步 有条件的话 可能会 把时辰 分为一时八刻 也甚至分钟 那就后话了 你就在这个里面 你会找到很多 跟自己兴趣爱好 很像的人 同声嘛 你也可以去 另一个地方找老乡 你在这 也能遇到同声 或者更进一步 你比较 这就相对专业了 而且要非常专业 可能给一些命理工作者 做参考用 就说 和八字 两个人 是否匹配 卡合法 以及 这个策划 那就是你人生的这个规划 命理的指向 导印 给你测算一下 预知一下 把握一下人生 自己的命运 同时呢 把这个方言 文化 推广出去 用方言聊 大家会感觉到更亲切 即使你身在异地 来这个平台 也能找到归宿 自己所需要的那种亲切感 甚至找到老乡 我们建立一些 更进一步的关系 互动 现下的 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有一定意义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然后下一节 我们再说说 另一个 这个医学项目 真正 把这个医学啊 中华文化啊 推广出去 建立一个基地 那么 下节课再听